大家好 現在是慘點哈虎自養教學的時間 這些慘點哈虎 慘點古兵 這些慘點 就是很容易嚇到 因為他們很小 一嚇到他們就會跳來跳去 彈來彈去 然後就會弄傷 強一點的話就會跳出光 如果你看不到牠 牠就會變成鹹魚乾 我這隻慘點 身體就嚇到撞到 看到嗎 醫生蝦現在在治療 怎樣治療呢 就是幫牠傷口的細菌 醫生蝦就吃了細菌 或者幫牠勾一下痕 讓牠沒那麼辛苦 好 那我們現在 開了燈 看到牠那些 損了的位置 看到啊 這裡有一疊 不過幸好 牠現在呢 反而 牠受了傷 不會亂動的 更加好 因為我發現呢 平常開燈 以前養的那些 就會彈來彈去 跳來跳去 現在開燈呢 牠都沒有那麼害怕 因為牠可能動得多的話 牠會痛 這樣呢 想牠快速點復原呢 或者養得好少少呢 就是這樣啦 要加多些糧 看到嗎 牠在咬著 剛才吃了一粒糧 就是要那些糧在牠面前飄下飄下 就最好拿那些呢 拿那些呢 浮在水面上面的那些糧 然後呢 牠就慢慢慢慢飄下去 在牠前面養下養下 那牠就會吃了牠的了 現在就到蜂年蝦了 又在牠面前飄下飄下飄下 在蜂年蝦扔下去的缸 那裡呢 那個造流呢 吹吹吹吹吹吹 在牠面前一吹吹吹吹 然後牠就會吃的了 看到嗎 周圍不斷吃 在牠面前飄下飄下 看到白色那一點嗎 那牠就會吃的 這些 就算呢 封到的缸默默實實 這些產點不會跳出缸呢 但都會餓死的 通常都 接著我試過一隻呢 就會變成像紫皮一樣 身扁扁扁扁的 整張紫一樣 因為牠不吃東西 但這隻呢 就成功地 開了口 肯吃東西 那呢 就是這樣了 要將些糧 做些飄下飄下的東西 在牠面前 那牠就會吃的了 那牠現在肯吃呢 那牠就會健康 健康的話呢 那牠那些傷口都會快些康復 那剛才那些傷口 現在已經康復了 因為牠吃了很多東西 那牠就健康了 那就是要總之呢 就是撒些一一樣樣樣 就不要直接那些沉底糧沉到底裡 要半飄的 跟著飄下飄下飄下這樣呢 以為有些山里呢 真的有些蝦 蝦啊 魚毛啊 在牠面前飄過 牠就會咬來吃的了 這些產店呢 對那些沙底缸呢 就很重要的 因為呢 牠會不斷吃些沙 看見啦 那些沙跟著在嘴裡拆出來 搞到就會弄得 底沙很乾淨的啦 好啦 那今集就是這麼多啦 拜拜 拜拜